哎哎那个擦车的 你过去把我那车也给我擦一下 啊我不是 行了我又不是不给你钱 一会啊我的乡亲对象就要来了 我可不想让他看到我邋遢的一面 啊好 喂王阿姨啊 你给我叫那个乡亲对象在哪呢 我都等半天了 人家序总早就到了 穿黑西服的那个就是 不是吧 你就是王阿姨给我叫的乡亲对象啊 你好你是小雪儿吧 好什么呀原来你就是一个擦车的呀 这王阿姨啊还一口一个续总续总的叫着 原来你姓虚名总啊 现在擦车的还挺潮流嘛 都穿职业装啊 不是美女擦车怎么了 不投不抢那也不是正当工作嘛 我告诉你 我就是看不起你这种社会底层人 你这一个月工资啊也就两三千 还不够一顿饭钱的呢 哟听你的意思你收入挺高啊 请问你在哪里高救我 我呀长得这么漂亮还需要工作吗 那些男的呀都排着队等着给我送钱呢 那你都三十岁了为什么还相亲呢 你 因为这帮有钱人呢都知道娶妻当娶鞋 这帮人精明着呢 你个穷鬼有什么资格说我呀 我看你呀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了吧 美女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不是擦车的 我只是觉得车脏了 我擦他而已 因为我有洁癖 那你一个月工资有多少啊 有一万吗 美女我重新见识一下我自己 我呢是叙子集团的叙子 我没有月收入 但是我的年收入 应该是一百万到一千万不到 哎呀 系总 要不咱俩再深入了解一下 你去我家 我给你刷点菜吃 我呢 有些屁 吃不了你做的饭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